桃園美妆保养品牌业者 大方捐赠两辆高顶富康巴士 给台北市政府 邀交通局副局长叶欣权 社会局副局长廖雪茹代表受证 未来这两辆富康巴士 将让行动不变的身心障碍者 往返医疗院所更加便利 高顶的刺激就是说 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尤其脊椎损伤的人 更受用 他就不会受限说 因为脊椎损伤 他是没办法做一个弯腰 跟个低头的动作 我们就会特别感谢 捐赠富康巴士 或者是他可能可以关心一些 我们比较弱势的族群等等的 偏向孩童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 那也可以呼应我们公司 无限善的循环的一个经营理念 企业炮砖引玉做工艺 还号召会员一起响应 国际美中业者行善不落人后 经常提供物资 帮助中低收入户及独居长者 这次得知北市府正在募集富康巴士 要投入营运及救车态患 因此主动和市府联络 慷慨解囊 借我们这样的一个善举 然后一个小小的举动 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然后当然也刚刚我们讲的呼吁 就是能够达成这个无限善的循环 让全台湾 让善的力量能够感染到每一个人 这家美妆业者逐年扩大事业版图 积极往海外发展 不断让国际看见台湾的软实力 同时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让爱的力量不断延续下去 记者终合报导